三月 大多数鸟类的繁殖剂如火如荼的展开了 黑面纸露的繁殖雨越来越明显 头上与胸前的金黄色湿雨显得非常的绚丽 台湾的黑面纸露大小群落很多 分布也很广 主要集中在嘉义台南高雄及着水溪口等区域 根据2023年1月6日至8日 香港官僚会逐总的计划 黑面纸露全球同步普查结果共有6633支 台湾首度突破4000支共有4228支 占总数的64% 全球2023年较前一年增加441支 而台湾较前一年增加了404支 占增加总数的91.6% 可喜可贺 另外一件值得一提的是 2021年11月及2022年11月 在敖谷市地及永安市地 记录到了黑面纸露在非凡值期有交配的行为 但是并没有升旦 2023年则没有发现有交配的行为 2023年3月还有一件大事 就是导演梁杰德先生 拍的守护黑面纸露 这个影片在院线上映了 非常不简单 除了黑面纸露 阿里山小丽园的地质也是重量级的角色 地质是台湾的特有种 繁殖旗 公鸟的打斗 我还是第一次拍 那许多奇怪的叫声 也是繁殖旗才有的 真是喜出望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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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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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斗没有很激烈 已经分出了胜负 这只烧壮的公鸟 赢了 感觉只有一只的时候好像羽毛没有那么长的感觉 不要说 可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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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